佛经未必大家能够理解 这三样东西好懂啊 只要在这三样东西奠定了基础 你能够老实念佛求生进土 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 了凡思讯跟我们说明英国的道理与事实 一真真参透了 你才晓得一赢一猪莫非千叮啊 你做生意规规矩矩做 你赚的钱是命里头有的 你用尽 这个欺骗的手段 不正常的手段 去骗人赚的钱还是这么多 那你何苦呢 何苦骗人呢 如果说我用欺骗的手段 转来的比我用规规矩矩矩转来的要多 那你可以用欺骗手段 那佛菩萨也会赞成 什么样的手段呢 都不行 你就是偷人抢人的 你今天抢到了 还是你命里有的 你命里头没有的 偷也偷不到 抢也抢不到 真的是 一赢一猪莫非千叮 一生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所以懂得这个道理了 廖凡先生规规矩矩做人 一个窝念都不生 云古禅师问他 为什么 他说我想生窝念也没有用 他懂得了 如果诸位把了凡事情参透了 你就晓得你应该怎么做 你会做得你一家欢喜 你天天在断卧修宣 积功雷德 你的国报 无比殊胜 世间人想发财 不懂得发财的道理 不懂得发财的理论 与方法 造作许多物业 结果什么呢 把命中本有的那个财 那个福报 都治损了 真可惜啊 那你命里头该有一百万的财 因为你用心不善 结果你这一生只能够发五十万 那对折了 如果造更大的窝呢 那可能折扣还要大 你是冤枉不冤枉 希望你全家都去念廖凡斯讯 这个看了凡斯讯的讲演 或者现在的这个比较简单介绍的 就是这个电视剧 有两片 你们天天看 你就会明白 人不能有贪嗔痴 贪心将来做魔鬼 成会将来堕地狱 太可怕了 我在这一生宁愿苦一点 我也不搞贪嗔痴 我也不希望将来堕三我道 这才是真正聪明人 真正有智慧人 感谢观看